近日 各地榴莲的价格下降引发热议 价格一天一个样 一斤跌破十元等消息频登热搜 榴莲价格是否真的跌破十元一斤 5月16号 中新社记者走访北京新发地市场和线下商超 了解近期榴莲售卖情况和价格走势 最近十天嘛 现在我们每天的到货量就两柜到三柜 这一柜在二多吨 每天基本上就售卖完 我们现在原先是每天卖一千两千块钱左右 现在好的一天 像好一天都卖一万左右 七百千 这是很正常的 知道吗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 看到榴莲美金单价集中在二十元到三十元 刘文波表示 榴莲虽在降价 但不像网上所说的那样夸张 并且这几天还有小幅涨价 三四月份 那时候到一千二三一箱 现在已经到了七百八百 这价钱下来很多 不像网上说的那个 现在榴莲到了十块 到了十五一斤 真正卖那么低的都是说二几三几货 现在一几货呢 基本上都在二多个钱一斤 我们西班地呢 现在连续三年的小幅涨价 今天早上呢 一箱 像我们净重三十二斤呢 这一箱又涨了五十二斤 今天早上的最新价格是八百五到八百八一箱 近期榴莲价格为何波动较大 刘文波介绍 五月份泰国东部的金枕榴莲进入集中成熟期 但今年泰国干旱也造成了一定的货源紧张 现在呢 正是泰国金枕榴莲大批量上市的时候 也是泰国金枕最好吃的季节 国内消费者特别喜欢这款榴莲 这个口感确实软度香甜 还有加上今年泰国干旱 它皮薄 口感确实特别好吃 特别甜 今年泰国东部的甜旱造成了货源紧张 据了解 国产榴莲将于六七月上市 未来榴莲价格走势如何 刘文波认为 或许还会有波动 但升降幅度不会过于剧烈 咱们国产这两年就是发展也挺快的 可是那一个过程 确实咱们国内的量 在榴莲里边现在占的比重还特别小 我估计涨幅也不能太厉害 可能也小幅上涨嘛 现在泰国东部结束以后 南部马上就下来 所以说正是泰国金枕大批量上市的季节 它就是金钱减产 也不会说价格涨幅太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